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這水氣從哪裡來 就是從那颱風因為外圍的雲層 隨著東北風而帶到了我們台灣附近 所以在北部的包含了桃園、台北、基隆、宜蘭這四個地方 你要去這四個地方旅遊的朋友 要背一下雨句 有零星的短暫雨 在禮拜五、禮拜六這兩天的時間 但是你開車過了新竹以南天氣好 越往南走天氣是越好 尤其南部中午高溫可是到達34度 戶外活動防曬多補充水分了 但是如果你要近海的活動的話 要特別注意海邊的風浪在禮拜五跟禮拜六 都是一個比較偏大的狀況 但到禮拜天呢 第一個禮拜天連北部天氣好轉了 近海的風浪也會轉小一些些 所以三天的連續假期就只有在前兩天來說 北部的朋友會有點飄雨的機會 但中南部的旅遊天氣三天都不錯 但是如果你要上山去到了高山旅遊 兩千公尺的高山10度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5度以下 山上活動穿著可要注意保暖了 那國慶煙火小編在哪裡啊 小編笑了一下我看到他的嘴型了 在台南那既然國慶煙火在台南的話 你要看國慶煙火傍晚時刻天氣好啊 傍晚的時候你先看看台南那邊的整個夕陽 非常的美 但是那個時候的溫度在傍晚時刻 中午台南可是34度喔 傍晚的台南大概在31到30度之間 接著 砰砰砰砰砰砰 煙火打下來了 晚上等到煙火放完之後 你再跟朋友們聚個餐吃個東西 晚上騎車早出晚歸 還是要注意到保暖 所以呢 三天的連續假期沒有颱風影響 好天氣你記得出去走走 祝大家假期愉快 當然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好天氣